另外呢后续焦点我们再来关心 这个是2024总统大选的部分 现在呢都已经进入最后比拼阶段了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侯友宜 10号这一天桃园嘉义两边跑 大拼故乡票 上午的时候先出席了桃园的 哥吉郎挺侯大会 现场涌入了3000人力挺支持 侯友宜呼吁自己人要先大团结 因为根据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侯友宜她的支持度已经开始超车科稳着了 传出侯科会将会在10月份的时候举办 侯友宜强调她将会团结所有的力量 下架贪污腐败的民警党 被仇爱清德前脚刚走 侯友立刻回防嘉义 毕竟这一仗在故乡输不起 桃园嘉义挺侯大会 都涌入超过3000名支持者 侯友感动到鞠躬道谢 在整合之前自己人要先团结 在侯友民调超车科稳哲之际 传出10月将会有侯科会 而将出任侯友全国进总主委的 国民党主席朱玉伦 则期盼再也合作 咖啡到底喝不喝的陈科稳哲这样说 40年前就认识她了 我们都是民国68年进台大的 所以平常就有认识有在聊天 所以不用 凡事不用搞得那么严肃 我倒觉得这蛮正常的 而且我们双边的幕僚 平常就很密切在联络 就竟是竞争对手还是好战友 柯文哲还算常忘记侯友宜的存在 是否按负侯友宜若民调不稳定 没有心突破 蓝白河还是会有难度 柯文哲说常常忘记你的存在 那他是不是都没有在听你在讲证件 提到我啦 不是吗 选举最怕被边缘化 让外还要安顿蓝军 以及找回战友 后19号跟朱玉伦宴请蓝营执政首长 五党级描运县县长中东紧入镇 让整合迈向一大步 为团结所有的力量 让我们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而让异案连员 贪腐腐败的民进党 换政党人体 要自己人先壮大绅士 后宜请跑地方 妇女青年后援会也正式成立 后宜找回团结气势 逆转回事 最后香港驾驭桃源嘉义报道 好 当然接下来我们大家已经看到的是 现在大家都在等 到底蓝白什么时候才要谈合作呢 当然呢 这个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已经说了 愿意当统窟来促进 再也整合 好 韩国瑜说呢 如果能够在大局上付出 付出自己的奉献 那么他是很乐意的 不过前提是第一点 时间点呢 是否有实际的需求 第二点 他恐怕还需要这个国民党 党主席的授权了 好 当然针对这个部分呢 跟韩国瑜很熟识的 这个谢龙介他有说 韩国瑜这两天有出门 大约是十月份会回到台湾 以他的了解 如果侯友宜真的有需要他的帮忙的话 那么韩国瑜一定是义不容辞的 好 当然针对这个蓝白合作的部分呢 很关键那个角色 还有柯文哲了 好 大家就问柯文哲说 朱立伦告诉外界说 已经有邀请幕僚 透过幕僚跟你希望能够来喝咖啡哦 柯文哲的说法是 其实他跟朱立伦已经是老朋友 两个人认识40年了 他认为政党领袖关心国家重大议题 本来就会交换意见是很正常的 好 至于韩国瑜的部分 韩国瑜愿意当统窟来促进在野整合呢 柯文哲他的说法是 韩国瑜啊现在是无关一身轻 他说这个人本身就蛮豪放也很随和 他说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 其实也没有这么严肃 大家本来就都认识 好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呢 国民党方面倒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因此大家也在说 现在只差朱立伦同意吗 像是呢前立法委员郭正亮 他就有特别提到 他认为韩国瑜很适合 因为本身他就是公道博的角色 跟侯友宜也很熟 跟柯文哲也很熟 好 另外呢 这个吴子佳他认为 韩国瑜应该要先出来主动表态 他如果要做的话呢 就要先跟朱立伦请命 得到授权之后 再来做这件事情是比较适合的 好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 这个黄 这个是黄近平他认为 其实现在还不到韩国瑜出手的时候 他认为太早了好大月份10月到12月 这三个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好 当然继续还要来看到 这是前立委孙大千喊话 他认为蓝白如果要合作的话 就应该要推出一个共同政策纲领 并且呢事先要先对外宣布 接受当对方的副手 这个时间点蓝白必须要立刻开始展开协商了 因为这个合不是像刚才丽将军说 我们不可以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刚才丽将军也提到的 就是不能让大家有密室协商的这种感觉 不要让大家有权力分赃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不要有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就变成我们在政策层面上 必须要很负责任的大家坐下来谈一谈 大家的青年政策是什么 大家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外交政策是什么 国防政策是什么 两岸政策是什么 那而且都要很明确的把它写成政纲 这样谁都不会觉得谁被谁吃豆腐了 谁占了谁的便宜了 就好像德国在组的联合政府的模式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协调 这个时间点是已经必须要谈的 一方面因为时间因素 因为11月多就要开始登记了 那你中间要有一段时间让大家跑 然后有一段时间要做民调 有一段时间要进行整合 这个现在已经算很赶了 如果要进行这样的整合 其实事前还是要把很多话讲清楚 就是除了我刚才讲的政策问题之外 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要进行整合 大家都要先讲一个重要要点 这点其实亮哥在节目上 已经讲过好多次了 就大家都要宣布说 其实就算我不当政的 如果最后我记不如人 我也接受 那么我会全力以赴 但是我如果记不如人 我愿意配合 就是说不要整合到最后大家翻桌了 这样的过程就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时间的压力之下 或者是在现阶段彼此民调 看起来在伯仲之间的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时间点 推动整合应该相对来说 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